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親愛的同學們 今天晚上福音的主題叫做 不能政治動的國 我想 親愛的朋友們 你們看到這個題目 也許會有點印象 因為也許在上個月 南台灣才發生了一個大的地震 我不知道那天地震的時候 你們在哪裡 也許還在夢中 大家也許會想一想 在世上有沒有一個不能震動的國呢 有沒有一個國度是不震動的呢 在高雄 在台灣是一個地震帶 所以高雄 台灣是在一個地震的國度裡面 有些國家 像馬來西亞 剛剛我們有幾位弟兄姊妹從馬來西亞來的 在馬來西亞 我們還有一位姊妹是從新加坡來的 新加坡是沒有地震 馬來西亞沒有地震 那我們就可以進到一個不能震動的國 在地上也許真的有一個國家是沒有地震的 但是沒有地震 我們的社會會不會震動啊 治安會不會震動啊 也許這個國家沒有地震 也許這個國家的社會 治安也是很好的 在新加坡 我也在那裡住了三年多 在新加坡 治安也是很好的 女孩子你半夜十二點走在馬路上是很安全的 也許地不會震動 社會不會震動 但是親愛的朋友們 我們的內心會不會震動呢 剛剛六位基督徒在這裡所做的見證 我想大家聽一聽也覺得非常的平常 也許你們覺得並不是非常的稀奇 那不過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點瑣碎的事 但是親愛的朋友 常常就是一點瑣碎的事 叫我們裡面震動又震動 是不是啊 幾顆種子爛掉 也會在我們裡面產生很大的震動 對不對 重考帶來的壓力 身體的疾病 還有同學所帶給我們的排擠 這些在我們裡面 都在我們裡面產生許多的震動 是不是啊 有的發脾氣 你為什麼會發脾氣呢 就是因為你裡面啊怎麼樣 對不對啊 因為你裡面啊被震動了 有人激入你了 你知道這個地震就是什麼 板塊的擠壓嘛 它為了要釋放能量所以就震動啊 我們裡面常常也有一些事情叫我們裡面怎麼樣 被擠壓 為了釋放能量 對不對啊 所以就要發脾氣了 就要發洩了 不是嗎 考試 考試 考不好 落榜了 在我們裡面有一種的震動 談戀愛 失戀了 在我們裡面也會震動 曾經有一個大學生問他的老師 在中部的一個大學 他就跟老師 因為那個老師是個基督徒 所以他們同學們遇到問題 也都很喜歡跟老師聊天 然後那個同學啊 他就跟老師講 他老師啊 我失戀了 我非常痛苦 老師是教中文的 他說啊 天涯何處無芳草 對不對啊 這個男生啊 是不是啊 失戀有什麼關係啊 天涯無處啊 無芳草 但是這個同學啊 他老師啊 是啊 但是這一棵芳草啊 我已經浇灌了三年了 他投入了三年的感情 有一天他失去了 在他裡面產生了不小的震動 所以親愛的朋友們 也許在我們身上 並不一定有大災大難 但是在我們的身上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是不是常常也有一些事情 叫我們裡面被震動嗎 好 所以今天晚上 我們願意用點時間 願意從聖經裡面來看看 有沒有答案 在這個地上 我們能不能找到一個 不能震動的國呢 好 我們來翻開我們的 詩歌單章的最後一頁經文的部分 我們一起跟朋友們分享幾處的聖經 第一處是在貼紗農曆家前書 第五章 第三節 我們一起來讀 我們一起來讀 這個聖經啊 被西方認為是書中之書 也就是說這個聖經這本書啊 是非常的特別 所有人類都公認這本書啊 叫做書中之書 它是非常古老的 卻是永久的暢銷書 年年這個都是排行第一名的暢銷書 那在這本書裡面呢 就告訴我們一些人生的答案 像剛剛我們讀的這書聖經 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 怎麼樣呢 毀滅就忽然臨到他們 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 毀滅就忽然臨到他們 你知道在2月6號 凌晨3點57分 在高雄的美濃發生了一個5點4級的強烈地震 那有些學者認為這個地震是一個這個雙主震 對不對啊 所以雖然震夭是在美濃 但是啊 損傷最慘重的卻是在台南 不管是單主震還是雙主震 因為這兩個地震前後只差了4秒 所以這個氣象局認為它是一個地震 但是這個地震短短的十幾秒鐘 115人和117人的生命就沒有了 那是在凌晨 是我們都在睡覺的時候 對不對啊 當地震發生的時候 你的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翻個身再睡 是不是 也許我們並不在那一個情況裡面 我們的感受也許不停那麼深刻 但對有些人來講 就像聖經上所說的 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 這個毀滅就忽然臨到他們 那很多人也會想 為什麼人類會有這些的苦難嗎 人類會有這些的災難呢 對不對啊 那甚至啊 有人說神愛世人嗎 那為什麼神還讓我們受到這些的災難呢 那答案在哪裡呢 答案就在這一節的後面 後面這一節聖經就說到 他如同這個毀滅臨到人 就如同什麼呢 慘難臨到懷胎的婦人一樣 他們絕不能逃脫 你會發現 聖經的每一句話 你都要去細讀 聖經啊 他不是說 如同災難臨到人 他是說 這個毀滅啊 如同慘難 什麼叫慘難 就是這個生慘的婦人啊 每一個做母親的 我們他們都經過慘難 對不對啊 所以我們母親節 為什麼這麼偉大呢 因為都是母親的一個慘難 對不對啊 所以我們才出生了 每一個懷孕的母親 他都要經過一個慘難 所以這邊說啊 如同慘難臨到什麼 懷胎的婦人一樣 他們絕不能逃脫 聖經告訴我們 這些不是災難 這些叫做慘難 災難跟慘難 最大的不同在哪裡啊 災難是叫人死亡 對不對啊 但是慘難呢 卻是產生一個新的生命 你發現非常特別 所以每一個懷胎的婦人啊 他們經過這個慘難之後呢 生出孩子之後啊 大家就會說恭喜你 恭喜你 對不對啊 你終於生出了一個兒子 生出了一個女兒 是不是啊 在生產過程中 是啊 又哭 對不對啊 又叫 又痛苦 那種的痛是我們做爸爸的 是我們做這個男生的 沒辦法感受到的 但是這個慘難的目的是為了什麼呢 是為了什麼 生出孩子 是為了產生一個新的生命 所以這是聖經的話 對不對 如果我們只看前面 為什麼毀滅會忽然臨到人呢 因為慘難 因為這是一個慘難 就像慘難臨到懷胎的婦人一樣 他們絕不能逃脫 我不知道朋友們你能夠領會嗎 這就是剛剛許多基督徒他們所做的見證 在他們信主之後 或在信主之前 他們遇到了一些的難處 在他們的人生的成長的過程中 也許他們覺得平安的時候 那一個患難 那一個難處就突然就臨到他們 但是這些的困難 種子為什麼會被人家澆水爛掉呢 對不對 就是為了叫我們弟兄能夠得著神的生命 對不對 為什麼會生病呢 為什麼會重考呢 這些的災難都在他們的身上有一個目的 使他們能夠得著這個耶穌基督做他們永遠的生命 我做點我自己的見證 也就是我們家信主是從我外祖母那一代開始 這個民國40年 也就是1951年 那一年在我們家發生了一件大事 就是我的外公過世 那一年我外公過世的時候 非常年輕 只有41歲 我外婆帶著五個孩子 一個40歲的女人 沒有受過教育 從大陸來到台灣 身無分文 家裡所有的錢都拿去安葬我的外公 所以安葬完之後 全家一貧如洗 我的外婆帶著五個孩子 帶著我的媽媽 我就救他們 那一個大吉 真的就像聖經上所說的 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 這一個苦難 這個災難 就突然臨到在這個家裡 上世親人 那是在我們身上的一個非常大的震動 在當時在我外婆身上 他每一天能夠做的事情就是哭 除了哭還是哭 他能做什麼呢 那就在那個當年 有一個基督徒 一個鄰居 就看見我外婆天天在那裡哭 那剛好教會有一個福音聚會 所以他就帶著我的外婆 還有我的媽媽 就去教會聽了福音 連續三天的福音 最後我的外婆跟我媽媽 就在那個聚會中 相信收經 收經之後 事情發生了 我的外婆不哭了 她把眼淚擦乾了 從那天起 她裡面振作起來了 你說這是一個災難 還是一個慘難 一個婦人 如果把那個孩子生不出來的時候 那真是災難 對不對 那生出來呢 哈利路亞 所有的災難都忘記了 因為她看見了自己的孩子出世了 那一年是我外公的過世的日子 卻也是我母親還有外婆重生的日子 阿恩 親愛的朋友們 這是聖經給我們看見的 好 那我們再往下讀第二處聖經 雅各 雅各 書第四章十四節 其實 你們有的事你們並不知道 你們的生命是什麼 你們原是一彎無性 出現常識 最後就不見了 這裡講 其實明天的事你們並不知道 明天的事你們並不知道 有誰知道下一次地震的地點啊 有誰知道下一次地震的時間呢 我給你們一個數據啊 這個也就是應該也是今天的新聞 這個新聞就說到這個科技部啊 他就推估 他說未來的五十年 未來的五十年會發生這個強度 七級以上的強震頻率地區 你們想要知道在哪裡啊 未來的五十年 這個台灣哪裡會發生七級以上的強震 那個頻率最高的地方 這個科技部啊 他們已經推算出來 公佈答案 第一苗栗 第二台中 第三彰化 第四 南投 第五 雲家南 第六 滑東 第七 橫沈半島 哇 好感動啊 沒有點名高雄啊 還有呢 你看都是南部中南部啊 你說好也許那我們應該啊 把家搬到台北去啊 好像北部都沒有 可是啊 這個科技部又有一個報導 他說這個地震規模 當這個地震規模達到七點一級以上 深度如果是十公里 十這個算是潛震嘛 好 那台北的大同區 萬華區 中正區和中山區 所有老舊的建築物損壞 將會是最嚴重的 所以你搬到台北啊 也是不太安全的 我們還有一個姊妹 幾年前這個 這個1999 對不對啊 不是921嗎 921最慘的是在中部嘛 然後那個姊妹 那時候當時駐台中 她就描述啊 說當時那個地震發生的時候 她只聽到什麼 就是牆壁的裂開聲音 啪就開始裂了 牆壁就開始裂了 牆壁就開始裂了 哇這個 這麼多年過去啊 她這個 對她來講 噩夢一場 所以她就搬到高雄來 你搬到高雄來 就鎮高雄 所以親愛的朋友 你要往哪裡搬呢 對不對 那什麼時候會發生地震呢 這個科技部啊 他就做了一個研究 他說現在的這個地震預警系統 他說會在地震一發生的時候 它地震都有震波嘛 如果從中部開始地震 震到台北啊 它會有一個幾秒鐘的時差 大概就是5秒鐘到10秒鐘 所以現在這個地震的預警系統 它可以在第一時間地震發生的時候 它通知 把這個警告啊 就用手機訊號就通知到全國各地 也就是說 他說 也就是說這個預警系統很好 會給你5秒鐘到10秒鐘的時間 讓你逃出去 這新聞就是新聞 他說這個10秒鐘啊 他說僅僅10秒鐘啊 可以做很多事 你們覺得10秒鐘可以做什麼呢 翻個身把 手機關掉 就差不多是10秒鐘了 等你發現已經來不及了 10秒鐘 10秒鐘前可以通知你 讓你趕快逃命 他說如果當時你正在學校上課的學生 10秒鐘夠使你從教室逃到操場上 那請問如果像我家住在酒樓 那10秒鐘大概只夠你從床上跑到門口 就是親愛的朋友們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這邊說其實明天的事你們並不知道 這是聖經給我們的真理 後面就說到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 你們的生命原來是一團武器 出現掃食隨後就不見了 我不知道同學們你們看新聞的時候 對不對 出現掃食就不見了 就是那個一陣 出現掃食117條性命就沒有了 你真的不覺得人的生命短暫到一個地步 就像聖經所說的一團武器 一團武器出現掃食就不見了 那因為新聞的關係 所以這個那段時間 就是大概這個新聞天天爆天天爆 對不對 每天我們就看見那個死亡數字一直上升 一直上升 到最後 到最後 115個 其實就過世 可是你知道 每一年 每一年全台灣 死於意外的人有多少嗎 我再給你一個數字 這個 在資料上我查了一下 民國93年 全台灣一年意外死亡的 就包含車禍啦 火災啦 水災啦 中毒啦 這個意外 意外這個 這個 跌落啦 再加上自殺啦 一年喔 全台灣就8453人 一年死於意外的 也就是在那一瞬之間 也就是那幾秒鐘 一團武器就沒有了 平均每一天 你算一算平均一下 每一天是23點一人 就是在那一剎那之間 就沒有了 但是也許我們並沒有感覺 對不對 但是這樣的事情 天天是在發生 所以聖經上說 我們原是一團武器 出現掃食 隨後就不見了 就人的生命是非常短暫 而且是非常有限 那我們再看第三處的聖經 我們一起來讀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入他的 不致滅亡 反得永遠的生命 哈利路亞 聖經啊 不是要來恐嚇我們的 聖經啊 是讓我們知道一個事實 對不對啊 看見人生的短暫 人生命的有限 人生命的脆弱 人的生命是太容易受到震動 人的生命是太容易受到打擊 物質的生命是脆弱的 內心心靈上也是脆弱的 所以聖經告訴我們神愛世人 神愛世人 神愛世人 這句話你們聽過沒有啊 你們今天是第一次聽嗎 絕對不是 聽到一個地步你都厭煩了 電線蓋上怎麼又是神愛世人 怎麼又有人給我一張福音單一張 神愛世人 怎麼你們基督徒才講神愛世人 看到我們都已經厭煩了 為什麼呢 因為神愛世人 就像媽媽一樣 永遠那那你碎碎唸唸唸唸唸唸 她為什麼叫你唠叨啊 因為她愛你 因為她愛你 所以她唠叨你 她一遍 兩遍 三遍 十遍 二十遍 你不喜歡聽了 她還是在那裡 對不對啊 為什麼 因為你的母親愛你 你說神為什麼在聖經中 藉著不同的人到處都看到神還是世人呢 這本聖經已經兩千年了 兩千年來我們的神一再的在那裡 一次又一次 一遍又一遍 而且在那裡啊 向我們發出一種的呼喚 呼喚什麼呢 神愛世人 他怎麼愛我們呢 下面說到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入他的 怎麼樣啊 不致滅亡 反得永遠的生命 神愛我們怎麼愛呢 愛到一個地步 他就把他自己怎麼樣 賜給我們 神是在天上 他為著愛我們 有一天他就來到地上 他為著愛我們 他就走到人群的中間 與人相處 三十三年半 在人類中間 在人群中間 他一而再 再而生的 就向人發出一個呼喚 神愛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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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到一個地步 有一天這位耶穌基督 就是這一位神 他就為我們定在私架上 人誤解他 人不領會他 人排斥他 人拒絕他 最後人就棄絕他 把他定在私架上 即使他為我們死 在十字架上 他仍然愛我們 他仍然愛那一個 和他同定 十字架的那一個 囚犯 親愛的朋友們 神愛世人 他為了要把他自己給我們 他不僅為我們定死 解決人類所有的罪的問題 在我們裡面 為什麼那麼脆弱呢 因為在我們的人的生命裡面 是有限的 人的生命中是有殘缺的 在人的生命裡面 是有一個叫罪 這個罪在我們裡面 就叫我們常常 立志為善由得我 行出來就為不得我 我不要發脾氣 我就是發脾氣了 我拒絕情欲 情欲卻一直圍繞著我 對不對呢 所以這位耶穌基督 他不僅為我們定在十字架上 他還為我們復活 為我們升天 然後呢 他成了赤生命的靈 這個赤生命的靈 就能夠進到人的裡面 來做人的生命 所以這邊說 叫一切信入他的 叫一切信入他的 怎麼樣呢 不致滅亡 反得永遠的生命 怎麼得這個永遠的生命呢 就是相信他 就是相信他 我講一個故事 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有一位叫做王生的將軍 生就是日 一個日一個生天的生 日生生 如果你們去查Google 會有這麼一個人 他是一個將軍 最後成為總統府的顧問和執政 那這麼一個將軍 你去查查他的檔案 他一身為國中梗 但是後來被總統誤會了 誤會之後就把他送到巴拉圭去做大使 那這個在文獻上都有 你們一Google都會查得到 那後來 那是我們經國先生 當他要離世 1989年要離世的時候 他就跟他旁邊的親信說 我錯了 王生將軍是對的 他說的話是對的 你們趕快把他從巴拉圭啊 叫回來 他說我要重用他 但這麼一個忠心耿耿的一個將軍 他一身為國啊 他不要信耶穌 這是李光宏弟兄親口做的見證 那李光宏弟兄他也是一個基督徒 是一個傳道人 他這個曾經就向這個王生將軍傳福音 這個王生將軍他說年輕人啊 他說你要我信耶穌啊可以 什麼時候反攻大陸我就信耶穌 他不要改變 他要神改變 對不對 如果神讓中華民工反攻大陸 他就信耶穌 你看這麼一個玩梗的 不願意相信的一個人 那當然沒有反攻大陸 神沒有改變 對不對 神沒有改變 這個禱告神沒有聽 神沒有討告神沒有改變 並沒有反攻大陸 但請聽有一天 有一天當然也是因為這個誤會 所以他就被遠放到巴拉圭去做大使 但有一天事情來了 也就是在巴拉圭啊 竟然發生了一個政變 那一天他就住在那個總統的隔壁 政變的時候 他在大使館就在總統的隔壁 他就睡在隔壁 總統的隔壁 那天發生政變 第一個反應 跑 就是這樣 那個總統就是要被瑕疵 你不跑嗎 他第一個問題 跑 這樣跑 跑到一半 跑到後門跑 他想 欸不對啊 他說我是中華民國大使 好 這個 我如果這樣跑了 人家對國民黨的印象 形象就不好了 不能跑 不能跑怎麼辦呢 在他裡面真的是震動了 就在他非常無助的時候 他做了一件事情 跪下 祷告 他向神悔改 他向神祷告 就在祷告的那個當兒 平安充滿了他 就在祷告的那個當兒 他遇見了這位神 就像聖經所說的 叫一切信入他的 怎麼樣啊 不致滅亡 反得永遠的生命 感謝主啊 他沒有跑 但是呢 神保守了他 也使他平安的 他也回國 後來啊 這個政府 國家還重用他 一直到他過世 九十一歲過世 好 我們再看第四點 第四處聖經 《哥羅西書》一章十三節 他拯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 把我們牽入他愛子的國裡 這裡講到有一個黑暗的權勢 對不對啊 不僅是災難叫人的生命消失 甚至有一個黑暗的權勢 還不是外面的地震 還不是外面的災難 但是呢 那個權勢在人裡面 就叫人裡面被傷害 你知道這個 我後來又查一個數字 你知道全台灣民國83年的時候 全台灣有1451人死於自殺 還不是災難 還不是地震 還不是火災 沒有外面的因素 1451人 到了民國92年的時候 增加了3195人 平均每一年100 每一年100 每一年再加100 就是這樣累計一年比一年多 3195個人 是在這個黑暗的權勢裡面 他裡面有一個東西過不去 他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這是聖經給我們看見的 但是感謝主 聖經說他救了我們 脫離黑暗的權勢 要把我們牽入他愛子的國裡 所以這裡講到有一個國叫做愛子的國 你說什麼是愛子的國呢 我們看第五處 這邊說人也不得說看啊在這裡或說在那裡 因為看啊神的國就在你們中間 神的國在哪裡呢 當主耶穌在地上的時候 他說你要不要去看這裡看那裡 地震的時候你要跑哪裡啊 跑這裡跑那裡啊都不安全啊 人家說生命三角是最安全 另外一個理論說生命三角也不安全 哪裡安全 神的國就在你們中間 神的國就是這一個活活的人位 就是這位耶穌基督 當耶穌基督在人群中的時候 他說啊 神的國就在你們中間 神的國就是我 當你們得著我 你得著永遠的生命 你就得著了神的國 好 我們再看下面 好 時間不夠了 來 第六處 希伯來書12章28節上 所以我們既領受了不能震動的國 就當接受恩典 不能震動的國是可以領受的 這裡有一個國叫做不能震動的國 朋友們要給我們領受的 當作恩典接受的 好 第七處 約翰福音10章10節 賊來了 無非是要偷竊 殘害 毀壞 我來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 並且得得更豐盛 那個羊也可以翻成人 主耶穌說 我來了是要叫人怎麼樣 得生命 並且得得更豐盛 這個生命是永遠的生命 這個生命是非受造的生命 這個生命不是一個物質的生命 這個生命就是神自己 這個生命在我們裡面 就叫我們能夠來經歷 叫我們擁有這一個不能震動的國 好 我們再往下讀第八處 羅馬書十章九節 就是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 心裡信 神叫他從死人中復活 救必得救 這裡講到得救 對不對 怎麼得救呢 主耶穌說第一個你口裡認 耶穌為主 第二你心裡信 信什麼呢 信神叫他從死人中復活 好 第九處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節 信而受盡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這裡講到必然得救 聖經的話都是確定的 不是可能 不是也許 而是必然得救 得救的路在於 第一你口裡承認 第二你心裡相信 第三就是信而盡 這裡所說的信而受盡 好 最後一處聖經 我們一起來讀 耶穌回答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人若不是從水和鈴聲的 就不能進神的國 人若不是從水和鈴聲的 就不能進神的國 朋友們今天我們所有的基督徒 我們在這裡都做一個見證 見證在這裡有一個不能震動的國 也見證我們都在這個國度裡面 所以我們也盼望所有的朋友們 今天晚上你不僅來到教會中 今天晚上也歡迎你能夠 進到神的國度裡面 好 我們現在再來唱這首詩歌的 725首的第一節 如果今天晚上你裡面有感動 你願意相信 你願意接受神的國 相信 接受這位耶穌基督 做我們裡面這個不能震動的國的 也都請你們一起站起來唱第一節 唱完之後我為你們禱告 我帶著你們一同的禱告 好 來 我們唱第一節 願意相信的 願意接受的 都請你站起來 好 我們一同來唱第一節 我們來唱一首歌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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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ύ ό們oles бор、禎壞 striplo municipal 選別都請他們 我們來唱一首歌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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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来唱一首歌的歌 我們來唱一首歌的歌 我們來唱一首歌人 這個歌的歌, 歌及asha 歌唱一首歌的歌 我們來唱一首歌的歌 我們來唱一首歌的歌 救命 耶稣我来救命 好 现在我带着你们一同来祷告 我们都把眼睛闭起来 我们从我们的心深处来向这位神祷告 好 我说一句 你们跟着我说一句 哦 主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 我所领受的 不是一个能震动的国 不是一个能震动的国 不是一个能毁坏的国 不是一个能毁坏的国 主耶稣 我所领受的 乃是你自己 你那长存不能震动的国 你那长存不能震动的国 就是在你里面永远的生命 就是在你里面永远的生命 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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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的一切都不可靠 都会过去 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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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你 你的话 你的国 要永远长存 主耶稣 我从深处呼唤你 我愿意 我愿意接受你 我愿意接受你 接受你进到我的里面 接受你进到我的里面 说我永远不能震动的国 说我永远不能震动的国 求你听我的祷告 求你听我的祷告 奉主的名 奉主的名 好 那刚刚 祷告完 朋友们 如果你里面 有感动的 是不是我们这次再唱第一节的时候呢 就请你们勇敢的走到前面来 向神 向人 都有一个表达 那 等一下我为你们祝福 好不好 我们再唱这一节的时候 愿意相信的 你愿意今天晚上 就进到神国度里面的 亲爱的朋友们 请你们 也许弟兄姊妹 陪着他们 陪着你们 一同来到这个讲台的前面来 我们等一下为你们祝福来到 好 我们再唱第一节 好 唱的时候 朋友们你们就可以到讲台前 好 今天晚上你们愿意敬大神永远国度地灯 都请你们勇敢的走出来 向神有一个表示 在人面前 做一个见证 只要你心中受感的 你心中有感动的 请你不要抹下你里面的感动 勇敢的告诉你旁边的基督主 让他陪着你们 一同走到讲台的前面 救命 耶稣我来救你 还有一些朋友们 可能还在犹豫 还在考虑 这么快吗 就是现在吗 我告诉你刚刚那个王生将军的故事 还有后续 你知道当他跪下祷告 他里面被神感动 他里面充满了平安 那一天他遇见了神 当然政变之后 他就打长途电话给他的一个儿子 那个儿子 他的儿子已经信主 他就告诉他的儿子 他说我已经信耶稣了 但是因为之前像李光侯 我常常跟他传福音 要他信而受尽啊 你不仅相信你还要受尽 他就跟他儿子说 我可不可以相信但是不要受尽啊 他就跟他儿子讲 难道一定要受尽吗 他的儿子被他爸爸一问了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哎呀 马上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里面祷告一下 然后就跟他爸爸说 爸爸你去美国难道你只去美国不办签证吗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进到神的国 神告诉我们信而受尽的 信而受尽的 怎么样啊 救必得救 人若不是从岁和铃声的 就不能怎么样 朋友们进神的国是非常的容易的 两千年前 这位主耶稣他来了 对不对 他说我来了 是要叫你们得生命 两千年后的今天 朋友们 我们能不能来救他 两千年前他来救我们 今天我们来救他好不好啊 不仅我们的心救他 不仅我们的灵救他 我们的全人也愿意来救他 再唱一次第一节 好不好 你心中如有感动的 就请你们啊 赶快告诉旁边的基督徒 请他们陪你们一同走到前面来 好 我们再唱最后一次第一节 那些什么ues將对 我们再唱rift 越做我来教你 我与其名 情无理解决 我与其名 情无理赴 我与其名 情无理解决 越做我来教你 现在不管在讲台前的 或者在座位上的 我们都把眼睛闭起来 现在我为你们祷告和祝福 主啊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今天晚上 再向我们亲爱的朋友们 表达你的爱意 因为你爱世人 你爱我们每一位 亲爱的主 今天晚上 他们愿意接受你 他们愿意相信你 他们愿意进到神的国度里 主啊 求你祝福他们 加强他们 主啊 坚定你自己的应许 信而受尽的 信而受尽的 救必得救 主啊 今天晚上 他们做的这一个决定 愿意接受尽 主耶稣 进到你这一个永远不能震动的国里 主你祝福他们 照着你自己的应许 进到他们的里面 阿们 做他们永远不能震动的国 阿们 主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阿们 祝福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位的朋友们 阿们 阿们 好 我想在座前面的朋友们 那现在是不是请服侍者 就帮我们服侍一下 只有一个请跟我来 所有南界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跟着我们的服侍者 那你同学们呢 这边我们有姊妹 在这里服侍 你跟着他们 他们会带你们到一楼 这个受尽的地方 那他们会服侍你们 帮助你们 来完成这个受尽的 这个服侍 好 那我们其他的朋友们 我们就请坐 好 那总管是不是还有别的操作